长长人龙排成一列等待 有民众等的无聊了拿出手机拍照 这里不是热门餐厅 也不是跳楼大拍卖现场 而是高雄小港机场的机车停车场 每日单次收费20元 高雄小港机场机车停车场 一共有515个位置 却只有一台缴费机 丝毫深夜民众光是排队 等着缴费就等了至少半个小时 原本是当日单次20块 缴费时却因为已经跨过凌晨 零点变成要缴两倍 费用让民众全都启炸了 原来都是追星惹的事 韩兴EXO灿烈和Shiny泰明 4号深夜11点 大级抵达高雄小港机场 超过千名粉丝前往街机 不过活动结束后 机车停车场却因此大塞车 有民众知道隔天的凌晨才轮到缴费 明明只停了约两个小时 却被收了两天的停车费 应该是有一个延迟的时间再比较 就是依现场有电视器的话 其实可以证明说 我们是往后延迟连到的 可以多收一点这个比较好 平日的停车场并没有明显人潮 只有一台缴费机也不会造成困扰 但遇到有活动就隐附不来 对此小港机场回应 面对有一人来台活动 已经请停车场厂商 掌握相关班机到站立站时间 增派人力协助缴费 别被避免同样的情况再度发生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